这个游戏发行6年了 竟然还有新的彩蛋没被玩家发现 要知道荒野大标课2里的彩蛋众多 截至目前基本上都被老玩家破解的七七八八了 可游戏中的彩蛋远比你预见的要多 当你用亚瑟第一次来到瓦伦丁后 会触发一个陌生人任务 这个任务的名字叫枪手传 接下来就给大家解密枪手传彩蛋 想必很少会有玩家仔细研究过这个任务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任务对话 然后再来分析彩蛋的故事原型 趴在桌子上的罪鬼名叫基睦卡罗威 然而坐在一旁的这家伙 声称要给罪鬼写字传 这家伙还告诉亚瑟 卡罗威是一个一威十四的神枪手 一威十四这是一个关键点 后续我会给大家详细讲述 另一个关键点就是亚瑟刚进门时 作家询问卡罗威 关于1876年谢尔维亚酒馆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对话内容可以得知 当时卡罗威和一位名叫牛顿 双胞胎的人进行拔枪对决 这是整个故事情节中第二个关键点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揭晓彩蛋BD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个电影明星 他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如果你观看过他主演的西部牛仔电影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但凡是他主演过的西部牛仔电影 有很多情节都被豪瑟兄弟搬进游戏中进行改变 枪手传故事的原型就是他主演电影 不可饶恕中的一个桥段 首先我给大家放上一张图 是不是感觉这两人看着似曾相识 再来看一下游戏中的卡罗威和作家 不能说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一葫芦画瓢啊 白头发这家伙名叫鲍勃 来自英国是一个枪手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枪手 在游戏中却被称之为神枪手 他身边戴眼镜这家伙 就是专门为鲍勃写传记的 闭着眼睛想 就知道这是一部个人英雄主义传记 他来这个小镇是因为一个赏金海报 可是这个小镇却有明确规定 外来者必须向志安官搅出武器 直至离开后归还 显然鲍勃并没有把这个规定当回事 作为小镇警长的比尔自安不乐意 于是派众人把他围了起来 让人意外的是鲍勃和比尔还是老相识 这里不做细说 想了解的可以去看电影 在这种场景之下 鲍勃只能认怂被比尔送进牢房 比尔对于他的人物自传很感兴趣 晚上值班的时候就抖了起来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书中描写鲍勃为了英雄救美上演一危期 很明显比尔并不相信书中所讲的故事内容 故事中有个反派名叫双枪科特兰 大家要记住这名字 以后我会进行分析 紧接着比尔就告诉作家 他曾亲眼目睹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还告诉作家 鲍勃的枪法非常拉垮 还说出双枪科特兰之所以被称之为双枪 并不是因为这家伙是手拿两码枪 而是因为他某个部位比较长 说到这里 我们重回游戏剧情 作家询问的是酒馆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和卡罗威对决的人名叫牛顿双胞胎 但卡罗威的回答只能说很阿兴 说到这里 大家懂的都懂 想不起来的朋友可以进入游戏 重新回味一下 我们再结合电影中比尔说的话 不得不佩服阿兴的想象力 把电影中的乔蛋引用到游戏中不说 还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关联性魔改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关键点 游戏中作家告诉亚瑟 卡罗威曾1v14 其实这就是把电影中的1v7改成了1v14 最后总结一下 电影中的原有情节是 鲍勃自吹在酒馆上演英雄敬北1v7 其中一名对手名叫双枪科特兰 但他并不是熟拿两把枪 我们再来回顾枪手传剧情对话 开局对话把柯克兰进行魔改调侃 然后再把电影中的1v7改成游戏中的1v14 如果不是我发现这部电影 还真想不到阿兴会把电影中的一个情节拿来模仿 不过对阿兴这种惯用手法已经习以为常 虽然枪手传的剧情开头借鉴了电影 但后边四个枪手以及卡罗威的拔枪对决 这些内容我并没有仔细研究过 当然黑衣美人除外 从电影中得知鲍勃不仅是一个酒鬼 而且枪法非常烂 如果不是遇见比尔 估计作家要被蒙在鼓里一辈子 在游戏中作家对卡罗威也是迷之崇拜 还说他是神枪手 正如亚瑟所说 如果他真是一个神枪手 完全可以在醉酒之时解决他 我是学长 一个游戏爱好者 如果你知道其他细节内容的话 可以分享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呢